這是限定跟非限定的農死子劇 好 前面有講解的部分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做翻譯的練習 不回訊息的人 讓我感到很神奇 好 那是什麼樣的人呢 是不回訊息的人 所以這裡有沒有限定呢 有 people who don't reply messages may me happy may me happy may me angry 可以 或者是可以用 upset me 只要你這邊要用may me makes me angry也可以 好 那這個第一個部分這邊是限定的 因為是什麼樣的不回訊息的人 好 讓我感到很神奇 upset這邊當動詞 他可以當行動詞 用他這邊也當動詞 那你也可以說 make me angry 讓我感到很神奇 這樣子 好 第二個 吸引了很多遊客的酒分 在週末的時候非常擁擠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先從酒分開始說 好 酒分這個地方是怎麼樣呢 中文會把所有的修飾的形容詞全部放到 這個酒分的前面 英文不行 好 英文的話這邊要用後衛修飾 好 酒分這個地方怎麼樣 which attract 好 很多的遊客 a lot of tourists 吸引很多遊客的酒分 那因為酒分的話 它是一個專有名詞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非限定 it's very crowded on weekends 好 在週末的時候總是非常的擁擠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酒分這裡是非限定 好 非限定的話 它在劇中你就要有兩個非限定漏號 一個在它行動詞句的前面 一個在行動詞句的後面 分開來讓人家很容易看出來 啊 這個是行動詞句 這個是非限定 這個是額外的資訊 我只要講的就是酒分很擁擠 順便跟你講一下就是它週末很多遊客這樣子 好 再來第三個 lady gaga的音樂是布蘭恩最喜歡的 他出了一張新專輯 好 這邊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奇怪 好 lady gaga 他的音樂是布蘭恩最喜歡的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行動詞詞句的所有格 whose music 好 他的音樂怎麼樣 brian 忘記給大家那個brian的英文 brian likes best 最喜歡他的音樂了 好 剛剛發了一張新專輯 好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released 或just released l-e-a a new album album就是專輯的意思 好 這裡的話 因為lady gaga 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所以這邊一樣兩個非限定都好 好 一前一後 whose music brian likes best 那你說 我這裡不能把它分成兩個句子寫嗎 可以 好 brian likeslady gaga's music very much lady gaga release a new album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在講解的部分有講到 好 其實口語不太常這樣子用 口語比較常分成兩個句子來講 好 第四個 我收到我先前學生給我的喜帖 好 那我收到喜帖 i got an i got a waiting invita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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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waiting invitation 要用的是 突然忘記 invitation 怎麼拼 i got a waiting information 好 這個我收到喜帖 這個喜帖是怎麼樣的 是我先前學生給我的 好 which my former 是寄給我的 student send me 好 當時 兩個學生相繼結婚 啊 很好 非常開心 現在都生了 欸 欸 一個生了小孩 一個還沒有生 i got a waiting invitation 好 which my former student send me 好 我前學生送給我 寄給我的 我的喜帖 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有沒有限定 有 這個喜帖不是別人 不是別人給我的 不是隨便一張喜帖 是我學生給我的 我先前的學生給我的喜帖 所以這是一個限定的 行動字字句 好 第五題 我有一些好的建議 來自於王醫生 他已經當我的醫生十年了 好 這裡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你看到會覺得 我用兩個句子就好嘛 為什麼要用一個句子呢 可是呢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說 some good advice from Dr. Wang 好 Dr. Wang是誰呢 他已經是 who has been my doctor for ten years 好 在英文的話 形容字句 這個叫做非限定 這是專有名詞對不對 放在最後 只要有一個非限定痘號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非限定痘號的話 放在最後面 表示他是可有可無的 啊 我就是要跟你講說 我 有一些很好建議 來自於王醫生 順便跟你講一下 啊 他已經當我醫生 當十年了這樣子 所以這邊沒有限定住誰 他已經是一個專有名詞 就非限定 好 你覺得我們昨天晚上喝的酒如何啊 好 你覺得什麼什麼如何 英文常說 what do you think of 好 你覺得我們昨天晚上喝的酒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ine 好 什麼樣的酒呢 好 這裡的話呢 可以有which 可以有that 可以省略 we drank last night 這裡是一個限定形容詞子句 為什麼呢 你覺得那個酒如何 哪個酒啊 你不講我怎麼清楚 好 是我們昨天喝的那個酒 哦 這樣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裡是限定形容詞子句 好 第七個 幫我做頭髮的沙利剛剛生了小孩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把沙利放在前面 沙利 沙利是誰呢 沙利是幫我做頭髮的 who does my hair 好 just 剛剛 has just had a baby 好 剛生的小孩 可以這樣講 幫我做頭髮的沙利 剛生的小孩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是沙利生的小孩 順便剛剛跟你講一下 他就是幫我做頭髮的那個 這個是專有名詞 那因為行動詞子句在兩 在中間 所以你要兩個 非限定鬥 好 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 把行動詞子句分開 讓大家很容易的可以看出來 第八題 我借了老人於海 這是一本書 很容易讀 好 這個中文翻起來很奇怪 I borrowed 好 這本書叫做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你接下來好像有看過 看到一半就放棄了 好 因為很無趣對我來講 無趣的東西就很難看下去 which is really easy to read 好 你說為什麼要這麼麻煩用行動詞子句呢 那在英文來講 口說的確啦 這是 行動詞子句假如是用在非限定期 都是比較正式的 口說我們就會說 Oh I borrowe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t is really easy to read 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可能要面對各式各樣的考試 要看各種不同的文章 所以這邊你還是知道一下 限定跟非限定的意思 好 再來的話 這個用法比較特別 行動詞子句有一個switch的用法 用來修飾前面整個句子 好 Jenny was fired Got fired 也可以啦 Got fired 他被開除 這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 嚇到我們 which surprise surprise 不夠我嚇 應該是用shock 但是沒關係 surprise s-u-r s-u-p-r-i-s-e-d surprise us s-u-r 我就記得有r 好 surprise 這一個 這個 剛剛前面這種的啊 都是修飾先行詞 行動詞子句一般都是修飾先行詞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是比較例外 行動詞子句可以修飾一整個句子 這個時候一定是非限定 這個時候你的行動詞子句的關係代名詞一定是witch 好 witch 這整件事讓你有什麼感受 surprise us 這樣子 好 最後一個有壞脾氣的三目 對著服務生大吼大叫 不喜歡這種人 好 服務生也是人 所以請你不要對他大吼大叫 好 Sam 怎麼樣 他是一個 Sam是人 對不起 Sam who has a bad temper 然後怎麼樣 大叫的話呢 你可以用shout it shout it 後面要at the surfer the waiter 都可以 好 所以我這邊是說有壞脾氣的三目 Sam who has a bad temper 好 我知道跟你講說他對服務生大吼大叫 順便跟你講一下 好 這裡可有可無 他就是有壞脾氣這樣子 這個是專有名詞 這個是非限定 好 那限定跟非限定的行動詞句講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對限定跟非限定有一點了解 假如你只有看翻譯練習覺得不太清楚的話 其實另外有做一支講解的影片 可以去看一下一支講解的影片 好 謝謝 收看到最後的大家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點訂閱 下次見喔 拜拜